好 为了熟男明星 我们继续来看 英国男星柯林弗斯 他以独特的绅士气质 也掳获了许多粉丝的心 影集傲慢与偏见 演活了个性外能泪热的达西先生 也因此获得了 BJ单身日记作者的青睐 男主角也特别取名叫做Darcy 而且还邀请他来演出 不过柯林弗斯 不会因为绅士形象而被定型 他还包括接演了 动作电影金牌特务 把绅士跟特务 两个角色完美结合 而在《王者之声》里头 饰演治疗口级的国王 也靠着扎实演技 一举拿下奥斯卡影帝 相隔12年推出的续集作品 克林弗斯饰演的马克达西 再次回到影迷面前 不同的是 这回他疑似搞出人命 可能是前女友肚子里孩子的爸 克林弗斯要和前女友的 现任率男友真宠 《王者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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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横跨15年的BJ三部曲 克林弗斯的角色 一直很对女性观众的胃口 2001年上映的第一集 克林弗斯的情敌 是帅气的修格兰 虽然外形不占优势 但穆娜内恋 加上温柔体贴 最后还是抱得美人归 也获得欧洲电影奖 观众票选奖 最佳男主角的肯定 不锈身材 克林弗斯靠着扎实演技 在影坛闯出一片天 毕业于伦敦戏剧中心 1984年改编舞台剧的 同名电影《铜窗之恋》 开启他的演艺录 当时 24岁的克林弗斯 模样稚嫩 用天菜形容也不为过 但让他真正被认识 是1995年 BBC推出的电视短剧 傲慢与偏见里 十分富有 个性却相当冷淡的 达西先生 正部在湖中游玩泳 上岸湿着衬衫的场景 被英国媒体称为 电视史上 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 拍戏期间 一度和女主角传出绯闻 傲慢与偏见 不但是克林弗斯的成名作 也把他塑造成 性感的大众情人 从1996年的英伦情人 到1998年的古装爱情片 杀翁情史 几部作品 克林弗斯似乎走不出傲慢与偏见里 达西先生的影子 2009年的《至爱无尽》算是一个突破 饰演一位失去同性爱人的大学教授 克林弗斯把失去伴侣的郁郁寡欢 细腻的刻画在脸上 看了让人心碎 这大胆尝试让他获得包括奥斯卡 金球奖 美国演员工会奖等多项提名 克林弗斯 最后他拿下英国电影学院 和威尼斯影展的最佳男主角奖 2010年的《亡者之声》 更把他的演艺录推向高峰 我男生是要联网上讲宣词 演出传记电影 克林弗斯诠释 乔治六世治疗口级的真实故事 我可以治疗你的丈夫 但我需要完全信心 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 我不在乎来谈谈私事件 为什么你遭遇 因为我真正好 我认为这个原则是很刺激的 这种不可能的关系 人生在这种很孤独的存在 人生在这种很孤独的存在 人生在这种不可能的遇见 人生在这种不可能的遇见 治疗口级的过程 让克林弗斯 饰演的乔治六世 从没有自信 到完成一场动人的暂时演说 这个业务 业务 有很多颜色的颜色 而且有很多颜色 有很多颜色的颜色 因为它是 它是旅程 到成为了王 或成为了一个人 人的样子 在一种幻想的样子 然后看他做的 它是美丽 感到很刺激 非常弱 非常弱 这个影响或是 准备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这个人的愿意 骗人的愿意 是在这种程度 他让你去 让你去 和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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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秒钟 王者之孫在奧斯卡獲得12項提名 也讓克林佛斯拿下第一座金像獎努力 他很高興 他的粉絲 我會說過我會感到感到的臂口 有些臂口 臂口 他們的本人 臂口 他們會讓我感到 他們感到很危險 有了奧斯卡肯定 让柯林佛斯戏路大开 2015年的金牌特务 告诉大家 情报员也可以很绅士 阿尔是个古兰的优优独特务 是个人我们全部都喜欢得到 是个个人 Manners Maketh Man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特务该有的好身手 克林佛斯也没少 绅士特务这四个字 简直就是替他量身打造 即将在2017年上映的续集 他也会回归演出 因为达西先生走红 在影坛闯荡33年 克林佛斯靠的不是身材或脸蛋 他的仪容形象和风度 散发出来的英国绅士气质 才是他的魅力关键